中华职棒21年开幕战 傍晚在天母棒球场开打 结果兄弟像以1比0胜统一失 赢得了第一场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职棒受到假球案重创 但是今天全场1万个位子几乎是全满 总统马英九更是连续两年主持开球仪式 再次宣示绝不让职棒倒的决心 这样的场面 这样的热情 对受到假球案重创的中华职棒来说 格外珍贵 很感谢球迷在这样的时候 还是会愿意进来看球 我觉得选手应该做的还是 怎么样留住这些球迷 然后让他们带更多的朋友进来看球 不好的过去 所以我们要用更热忱 更亲近的表现来回馈给球迷 正因为感受到认真球员的努力 球迷们才会以行动支持 而全场1万个座位几乎坐满 其实有荣誉 对 不过我还是坚持走进来帮他们加油 支持兄弟嘛 希望兄弟继续加油 不要再打假球了 就连总统马英九也连续两年主持开球仪式 再次宣示棒球绝不会倒的决心 在除病的部分我们会严查重罚 但是更重要的是心力的部分 我们会投下20亿 政府绝对不会忘放弃直棒 今天史上第五波假球案 中华直棒要从积极防堵健全制度 来完成球迷最简单的心愿 那就是能够轻轻松松 无用无虑的看球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 SNG小组 台北报道